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8日 已經是 星期一了 看到今天網友 把東方日報的頭版分享給我看 我看到他們 很用心的這個寫標題 叫做 開心香港 紅語收檔 其實 一直以來他們的文筆 我覺得也不錯 這次很貼切 的確是紅語收檔 而且 還有繼續幫他鑽下去 就是大灑公帑 市民掃興 相互彷徨 其實 東方日報一直以來 批評政府也是十分之 很難的 而這次 他也重點去追擊這個開心香港活動 他 報紙是這樣寫的 港府施政暖龍 逆候經濟萎尾不振 以為大灑公帑推行 開心香港活動 就可以一洗社會頹風 但是多場開心香港活動都是脫離 使得市民掃興 相互彷徨 只是說這幾句 十分之用心 他也不是說老屈的 反映事實 所以我們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天文台 早於上月底已經預告昨天會有顯著降雨 而且 當時一早已經預測有55-69%的機會 本港平均累積雨量達到10毫米或以上 結果一如所料 昨天多區 也下了傾盤大雨 令到在沙田舉行的第二場新界美食市集 在今年第一個紅穴之下 一度暫停三個小時 商戶 被迫提早收檔 有賣新鮮高點的商戶 更加屬性免費泡包 提早離場 當然啦 你買包的 怎麼知道賣不買完呢 不如算吧 派給人就算吧 有商戶說 生意額比之前 大跌一半 這次搞兩天而已 大跌一半 相互批評市集的帳篷設計失當 不能夠擋 太陽 以及擋雨 當局也沒有應變方案 使得市民狼狽 以及 參展商 每個人都不開心 所以開心香港 即時被政府搞到 很不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 除了《東方日報》之外 其他香港的報紙好像沒有人敢批評政府 這件事真的值得一讚 所以 很多網友在這裏奇怪 為甚麼國安公署還沒有去拉東方日報呢 因為 現在我想到了 現在大家知道 東方日報老闆 是海六峰人 屬於潮州人 現在的香港的國安公署前處長 就是鄭雁雄 現在升了當中聯辦主任 升還是跌還是平調呢 我也不敢說了 因為大家的官職 不知道該怎麼稱 這個潮州又是散美人 又是海六峰 所以是假期啦 沒問題的 先說說開心香港這件事 香港美食市集 昨天我們跟大家說過了 福建幫開的那檔 找人家批評 80元一個炒米粉 其實 材料沒有多少 幾元的材料 賣人家80元 你想割別人的韭菜 被人家發現了 人家不來光顧你 結果要減價收場 想著第二天有運行 誰知道更差 第二天 香港 紅雨 黃雨 傾盤大雨之下 逼著整個市集要暫停 三個小時 現場的市民很狼狽 有人又說又濕又餓 極到一吐氣 記者 1點鐘左右 去到現場 看情況 龐沃大雨之下 職員 部分拉閘 亦不准市民進入 很多市民摸門釘 多間參展商就被迫停業 職員坐在白色帳篷裏面 望天打掛 記者十分眼力 看到眾人瘦眉不展 開心不到 所以 他追擊這個開心香港主題是十分到位的 東方日報 美食市場遇上紅雨 首當其衝 當然是美食 因為那些東西會變壞 有不願意出鏡的參展商 他們就說 市集突然停止 令他們大失預算 天文台一早預測了會下大雨 政府不可能不知道 有沒有搞錯 你只是靠害而已 應該一早通知商戶 做好準備嘛 其實 天文台一早知道 你們也知道的嘛 你們是不是自己也沒有準備好呢 這件事有時也不關政府的 你知道政府是無能的嘛 難道你覺得是政府很有為的嗎 明知下雨叫你們開檔 開檔就避不了那麼多貨啦 明知下午會下大雨的啦 例如他說 應該一早通知商戶和市民 做好兩手準備嘛 例如改去社區中心 或者有蓋的地方 搞美食市集嘛 一早就選錯地方啦 這些時間 經常都下大雨啦 賣新鮮麵包的參展商黃小姐說 天羽關係沒有得營業 只要把幾千元的貨 免費派給其他參展商和市民 提早收檔啦 賣麵包賣爆的偶選 也算益街坊 有賣保健品的滴高公司 但如其和你的鴻雨令商戶不知所從 其實你是知道的 你是看天文台的嘛 你做生意是不是看天的嘛 不用看政府的 停業期間只能夠望天打掛 於世大亦導致水站 有其他商戶的貨品被倒壞 幸好他準備了車仔 浪費貨品 才避免招致損失 但是天氣惡劣 人流就大甲 他估計生意價比平日大甲一半 市集的出發點挺好的 但是帳篷設計就有待改善 好像公展會那些可以伸出來擋下雨也好 現在人們日曬雨了 買家也很辛苦 他認為 廣府在夏天舉行露天市集需要考量天氣 因為夏天炎熱也有時大雨 應該主動去搞多些室內舉行的活動 他說市集雖然不用被租 但是要付5,000元保證金 商戶必須開業到當日下午6時才能取得回 如果有商戶提早離場 就會虧了保證金 所以員工也只能守到完結為止 原來是這樣的 售賣日本酒的朱先生批評大會 安排失當 1點鐘通知市集暫停開放之後 就再沒有溝通了 令他們肝等三個鐘 有買涼茶和酒品的當犯以涉本價促銷 希望盡早散貨 記者就說他們受容不滿面 所以還要向他們了解 店主就說 沒什麼不滿 沒什麼補充 現在反政府 只有你東方日報反政府 是不是 商戶不敢反政府 你一定有後台 別人沒有 市集暫停開放期間 持續下大雨 記者就直擊當個參展商 在大雨之下狼狽把貨物搬走 也有人因為天雨影響 打爛東西 打爛玻璃 搞到碎片 散落一地 市集在4點鐘重開 當然 下雨後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 市集基本上是草草收場 原定時間是6點鐘的 結束 結果 也沒有加時 被商戶追回數 所以 政府根本也是打算是應酬的 不是為了市民 也不是為了商戶 我開了檔 我已經做了事 你們不要煩我了 有部分市民知道 繼續開檔 進場 甚至乎有人排隊 其實那些做生意的人都很努力的 剩下兩個小時 趕快做啦 結果是做甚麼呢 結果也是租了多少 我們其實看到這件事 我們要評論一下 裏面的東西賣得很貴 但是也有人光顧 反映甚麼呢 反映人蠢 錢多 竹來就去了那裏 傻人 三十元吃著魚蛋 商戶就被人談他們的東西貴 他們就說 我們也要人工 也要甚麼東西 外面賣魚蛋那些不用人工 人家要交租啊 你不用交租啊 你無端端就收拾兩天 又不用交租 只要付5千萬元 當交租啊 問題是 你們買得那麼貴 根本就是打算收割香港人 香港人當然未必會被人收割 看到那裏 看到那裏 那麼遠路附近沒有東西吃 被你斬 現在 現在 下大雨 紅雨收檔 搞到一窩粥 其實這些東西政府不是第一次 香港夏天 雨水多 天文台早就報告了 他們不知道嗎 政府沒有看天氣的嗎 這些東西沒得怪人 商戶也一樣 你明知道會下大雨 頭的時候你就會小心一點 早就知道 當然可能你頭的時候不知道 但是 你們也不跟政府說 如果下大雨怎麼辦 結果就真的有黃雨有紅雨 不過說回應真 如果這些活動去室內舉行 其實生意一定會少一點 在大街或公園舉辦活動 露天的 其實人流一定會多一點 因為 星期六日 去這些公園的人一定不少 你就知道有活動 肯定是會多於室內 而室內 你一定要給牆租的呀 很少有地方可以開放出來 有那麼大地方 人家也要收拾東西 所以 這個真的是香港的問題 因為 夏天雨水多嘛 你不是每天都是這樣的 政府 真的做得很差的 你起碼 有些應變措施 實際上他們沒有 因為現在的政府 只是想你開心而已 但是 中間的過程 令人越來越不開心 這個也是東方的頭條 政府是沒有心做的 有沒有心做事 很明顯的 一眼就看得出他們是有心做事 還是是敷衍了事 這次很明顯的 他們就交了警察 總之我們想大家開心而已 賺錢出來 叫人做事 那些人就拿樓灘了 最近 真的是越來越不開心 因為我們發覺了 香港市民 那個普遍 心態 好像也不是太開心 我們看到 湯文亮寫了一篇文章 說香港不亂 離開的人 不甘心 這件事好像不是 香港政府也不甘心 現在香港越來越亂 其實是政府搞出來的 我們另外開一節 說一下湯文亮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謝謝 拜拜